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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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幾個月不斷地和疫情搏鬥 卡路斯可以說是 什麼STEM的方法都出盡 好像我試過用化學的方法 來做銀離子水 也試過教各位同學 怎樣用Zoom來上課 而這麼多東西當中最重要的 我覺得我是用了3D打印機 來趕製口罩的配件 因為這件事不單止令到 更加多有心的人 加入卡路斯的團隊 一起來做線士 同時令到卡路斯接受到 傳媒的關注 同時受到本地 和外國媒體的報導 另外還有一個Size Effect 就是當我直播 示範怎樣用3D打印機 來打印的時候 不少網友看到還非常喜歡 不過我們在這個社交平台 我是不說錢的 不說錢的 如果朋友需要買這部 你找我 我可以拿到一個代理價給你的 非常好的 還叫卡路斯介紹他們 怎樣買到這部 CR10 V2 3D打印機 直到今天為止 如果我記錯 應該至少8個人 通過我 去買了這部打印機 但當他們買了打印機 玩了一會兒之後 問題來了 他們發覺 他們不敢於 只是打印別人設計的東西 所以今天我就有個想法 我希望教大家 怎樣去打造自己的設計 如果在螢幕面前的你 都有想過去進行產品設計的話 今天無論如何 你一定要看到最後 因為我要令到你你你每個人 都可以成為產品設計師 提提大家 如果大家都喜歡 風琴奇俠卡路斯的頻道 請按右下角的訂閱 如果想第一時間接到新影片的通知 請按叮噹 也都歡迎大家按讚 和留言問卡路斯問題 上一次卡路斯做過一條 有關創意思維影片 很多朋友都很有興趣 在當中我都有特別的說話 作為一個Standmaker 必須要懂得 運用適當的軟件或工具 去做適當的事 好了 既然今天我們的目標 是學習做產品 那我們一定要慢慢習慣 一種軟件 那種軟件 叫做Computer Aided Design 簡稱CAD 中文就是電腦輔助設計軟件 在我教這個設計 教了幾十年的經驗當中 有些學生真的會用電腦動畫軟件來做設計 我不可以說這些同學全是錯的 就是這樣 我打個比方 假設你家裡的煮食用具 只是一個電飯煲 煮完飯要煮菜 什麼都沒有 就用電飯煲頂著當 但如果你走到廚房 發覺原來家裡有電子牙餐的 那就不是這樣說 上一次我都有提過 什麼叫電腦動畫軟件 好像3D Studio Maya Blender 這一類動畫軟件 卡路斯都有教 這些軟件 他們做動畫 一定是非常到位的 就算你用它來設計 一些Figure公仔 因為它有些功能 可以修理一些邊 做到公仔立體 所以都是可以的 好了 現在回來 我們並不是做公仔 我們的目的是做產品設計 這些產品如果設計得好 之後可能要開模 大量進行生產 像卡路斯手上這些灌風琴的零件 就是設計來放在電腦灌風琴上用的 我們設計完會把圖檔 丟到內地一些工廠 要它製模幫我們大量生產這些琴件出來 這樣的情況 我們是必須要使用電腦輔助設計軟件來建模 好了 所以今天我們輕鬆一點 先和大家簡介一下 什麼叫做CAD 原來CAD都分了很多類的 有些CAD是專門用來設計電子線路板的 做完線路板的設計 另外又是要丟給工廠生產的 有些CAD更厲害 用來設計 好像戒指、珠寶手飾、手錶等等精密的零件 也有些CAD只是用來設計 一些普通精密度的產品 自然跟大部份的軟件類型一樣 有些是要付錢的 但有些都是免費的 怎樣選擇 就要看你的用途 有些用CAD設計完部件 還要連結去CAM的系統 什麼叫CAM呢 CAM就是 Computer Aided Manufacturing 換句話說 即是你的圖檔 設計完出來 還要有能力通過電腦 去控制CNC機器 去設計那件部件出來 真的要玩到這麼大 你可能要用到 AutoCAD SolidWork 或者Inventor 等等的專業軟件 我說出來這些軟件 全部都是一間公司 叫做AutoDesk 即是產品 就像我手上這些Mars Ring 和飛沫盾牌 就你用免費的軟件 都可以做得到 對吧 我之後就想著 有一個較長的系列 去教大家怎樣用CAD軟件 但要進行這個系列之前 我都要為大家選定一個軟件 不可以東教一課西教一課 所以我今天想到一個方法 就是我一次過 會用幾個不同的軟件 去畫我手上這個Mars Ring 請大家去比較 在節目完結的時候 留言告訴我你喜歡哪一款 今天我先教哪一款 今天教的第一款 就是TingerCAD TingerCAD 是一個Web-based的軟件 好處就是 不用錢 不用下載 不用安裝 而Web-based的軟件 最大的特色 就是你上網用就可以 你手機的圖形處理介面 不夠快也不要緊 只要別人設定一款機夠快就可以了 卡路斯之前的節目也有介紹過 這些軟件 非常適合學生使用 但站在產品設計的角度上來說 基本上我不會怎樣覺得 它是一個CAD的軟件 因為除了標示尺寸的形式 有點像CAD之外 它的工序的進行是沒有紀錄的 完全不是CAD的模式 但假如我用它來設計Mars Ring 只能夠做好有限度的事 打開了TingerCAD的畫面 我們選擇建立新設計 開了出來 會見到工作平面 第一件事 我們畫一個圓柱體 這些支點 都可以讓我們改變圓柱體的大小 我們改為45直徑 放大它看 你會發現圓柱體的顏色 不慘不慘 原來我們要把側面的數目 改為64 才會較為圓滑 而圓柱體的高度 亦都可以靠這個支點修改 我們將它修改為6mm 就變成扁平的圓柱體 第二個畫圓柱體 我們要畫一個空心的圓柱體 所謂空心 即是它其實是一個空間來的 我們要將它的尺寸改變 成為38直徑 亦都將側面的數目 改為64 之後我們將兩個圓柱體 按著Shift一起選擇 接著用Align把它對齊 之後再選擇合併 讓兩個圓形黏在一起 你會見到原本的圓柱體 就被空心的圓柱體 偷空了一個洞 大家看到 在Tinker Cat的工序 是將不同的形狀 去作對砌 有些好像砌LEGO 跟工業生產的方式是有些衝突的 之後我們畫一個甜甜圈 用相同的方法 改變它的大小 粗幼等等 到最後呢 到最後呢 亦都是將它和原來的圓 放在一起 先對齊 再合併 合併了之後呢 其實這個Mask Ring已經成形了 到最後我們再畫兩個空心的長方體 把它放在兩邊 之後呢 亦都是用相同的招數 先對齊 再合併 Mask Ring已經完成了 之後呢 就匯出成為一個 點.stl 的file 最後呢 就在Culer裡面 把它拿出來 接著切片 再Save成為一個 點.gcode的file 最後就放到3D打印機 打印了 在3D打印機 選擇了這個TinkerCat Ring 這個file 之後進行打印 這個原本呢 就是我用Solidworks畫出來的Mask Ring 這個呢 這個呢 就是剛剛用TinkerCat畫出來 接著打印的Mask Ring 我們儘管試試它用不使用 是有點鬆的 但是 只需要一個尺寸較好一點 其實原來TinkerCat畫出來的東西 都是用得的 好了 接下來呢 我用一個真真正正的Cat軟件 跟大家再示範一次 這個軟件呢 就叫Solidworks 一會我一邊做的時候 你就比較一下 這個步驟 和TinkerCat有什麼不同 打開了Solidworks之後 我們先去 file menu裡面 開一個新的檔案 在範本裡面 選擇一個零件 按確定 入住畫面 整理一下畫面之間的距離 然後看看這裡有三個基準面 我們選擇前基準面 而在基準面上面 畫一幅草圖 先來畫一個圓圈 畫完圓圈之後 你可以直接輸入它的半徑 一個45mm直徑的圓圈 它的半徑就是22.5 隨即立刻畫另外一個同心圓 今次的半徑是19mm 為了用將來制圖更方便 畫完之後 你可以標示尺寸 例如指鑽外面的圓圈 你會見到45mm直徑 可以標示在圓裡面 也可以標示在圓外面 標示的方法是跟工業圈圖一模一樣的 同樣 38mm這個圓也可以標示 標示好之後 草圖就完成了 我們選擇草圖 選擇一個新場填料的功能 立即完成了一個圈 在吸定深度 我們打入去6mm 按按鈕 就看到這個圈 基本上已經完成了 接著我們選擇另一個機準面 就是上機準面 調校顯示 只是顯示wireframe 接著在上機準面 畫出一個半徑1.2小圓 我們甚至可以將它邊緣到圓深的距離 再微調至1.5mm 做好之後 我們要畫一個中心線 畫中心線之後 選擇旋轉條 吸定深度選擇360度 一個圈圈就完成了 我們再回到前機準面 畫出一個圓和兩條直線 而將多餘的弧 用剪刀剪去 選好這兩個部分 接著選擇新場填料 大家可以看到的 就這樣完成了 特別要注意 在solidworks畫完之後 你會看到左邊 是有齊所有的工序表 我們做了一次填料 一次旋轉 一次填料 假設工序比較多 當時 我們是隨時可以回頭 去修改某一個工序 這個在tinkercad上 是絕對不能夠做到的 最後我們選擇 令傳新檔 而把它設定為STL檔 又可以進行打印 因為這麼簡單的部件 tinkercad打印都用到了 solidworks沒有說不行 但你要看畫的過程 solidworks和tinkercad 是完全不同的 當你用完solidworks 你會發覺 無論在尺寸標示的準確度 和成形的工序流程 你都會發覺 它跟真正生產的程序 是很吻合的 卡路斯的solidworks和inventa都用過 我會介定它兩個都是專業的軟件 而且要付錢的 相當貴 所以今天卡路斯最後 要介紹一個 Fusion360的CAD給大家 它雖然是免費的CAD軟件 但功能亦非常強 我剛才說過卡路斯 主要是用solidworks來做 所以對於Fusion360的使用 不是那麼熟悉 但我相信它同樣是autodesk的產品 同錯一切 所以我相信我自己摸摸摸摸就不懂 而且我相信它一定可以做到一切 solidworks能夠做到的東西 在它的主畫面 你會看到右手邊有一個小立方 這個小立方 就是用來選擇這個基準面的 我們選擇了Front 亦都開始畫一個草圖 跟剛才一樣 畫一個45直徑的圓圈 似乎可以馬上打進去 更簡單 跟著再畫一個同心圓 直徑38mm 兩個圓輸入之後 沒錯 就是finish sketch 跟著又是跟剛才一樣 選擇新長填料 英文就是extrude 立即輸入6mm 我們就得到一個圈 好快手 好 下一步 我們找一個方法 去將Display轉為Wireflame 原來就在這裡 好 搞定了 跟剛才Solidworks一樣 我們在上機準面畫一個小圓圈 亦都定了圓圈的中心 跟邊緣是1.5mm 同樣是選擇旋轉填料 旋轉填料 英文就是revolve 做法是一模一樣 好 好了 畫好之後 最後一步 也都是回到前機準面 Front 就畫一個圓 跟著畫兩條直線 之後也都是用一把剪刀出來 將不要的弧剪去 同樣用新長填料 extrude 就選Cut 三兩下手勢就完成了 最要注意的是 Fusion360 一半是web-based 雖然它都要下載安裝 但是它所有的file 是save在它的server上面 所以 按save 將你的file save 而在file的menu裡面還有一個clean option 可以直接推出3D打音機 甚至可以選擇用什麼來切片 這裡我選擇Cura 直接幫你launch了Cura出來 真的簡單快捷 大家看到整個工序就是這麼簡單 這麼直接 非常之好 今天卡路斯一連串 將TinkerCat Solidworks 和Fusion360 三個不同檔次的Cat 都跟大家示範了一次 我個人認為 如果你不是做專業的用途 不一定要付錢用Solidworks 如果你用來教學 無論小學或中學 其實用TinkerCat 小朋友已經用得非常開心 因為他們容易上手 但是假設你自己 想嘗試進行產品設計 而想free打印一些用品 放在家裡用的話 我就覺得 反正都免費了 為什麼不試用Fusion360呢 我就說完了 我不知道你的選擇是怎樣 不如這樣 你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你想學哪種 或者你去Facebook IG WhatsApp 通知卡路斯都可以的 我下次就會 根據你們選擇的統計 來進行Cat的教學 好了 先前千萬不要忘記 加like和評語 拜拜